Hello 大家好 今天有一首课定要跟大家分享 不要错过 首先我们从这个一套的臂戏来分享 这个戒指的话是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臂戏 做的是这种塑金的一个链条款的接地 厚实质感 同时配了一个四爪镶嵌的一个钓坠 这样就是一套 佩戴起来就非常的好看 适合过年去佩戴 红红亮亮的 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蓝道石的戒指 这个主持一颗拉左右 镶嵌的是这种大钻的一个围箱一整圈 让它整个的层次有一个渐变 这个上手给大家评一下 一颗黄加蓝 颜色非常的浓郁 有质感 特别好看 这个的话是一枚翡翠的吊坠 一个果绿色的翡翠淡面 颜色非常的鲜亮清爽 很饱满的一个翡翠 上的是一圈钻石 钻石把整个形状包的方一点 大小也比较合适 同时还有一个翡翠的葫芦耳线 这个款式很特别 它就是这样折耳式的 上耳佩戴之后 它就属于有一个耳线垂掉在下面 很灵动的一个 这个耳环也是果绿色的 非常的漂亮 总水极好 蜜蜜蜜蜜蜜蜜的 喜欢的还可以来店里面选中裸料定做 做你喜欢的耳钉或者是耳环都可以 这个的话是一枚海兰宝的吊坠 水滴型的一颗超级是玛丽亚的颜色 很乖 它是做了一个蝴蝶结的象牵 上面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蝴蝶结 下面就是垂掉了一颗水滴 上身的话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个造型 是客户送给自己女儿的 特别的好看 这个项链整价也就3000多就搞定了 如果你喜欢还可以来定制 这就是金属色的一个蓝宝石 颜色比较深 做的是这种横香排钻的一个款式 也是属于比较特别 非常简约的一个款式 还蛮好看 也比较低调 这个戒指整个做下来大概是6000多 喜欢还可以来定制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枚非常有意思的胸针 它名叫发财术 它上面点了好多的宝石 如果你手中也有这种很多的小的宝石 不知道怎么去镶嵌它 也可以打开思路 做胸针 做项链 做戒指 做手链 都是可以的 这个就特别的有意思 当项链也是可以的 挂那种长长的项链 完全没问题 也是非常好看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再走 拜拜